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新一周的燃油价格是出炉的 而且它是全面调升的 来看一下新一周的燃油零售价格 RUN95 RUN97每公升的售价都是上涨四仙 柴油则是保持不变 继续维持上个星期的售价 所以新的油价分别就是RUN95每公升20价30仙 RUN9720价57仙 还有就是柴油20价32仙 赶快去打油 送走暖暖之后不寂寞 星星和亮亮再当爸爸妈妈了 第二胎的小熊猫生了 不满长期被火箭打压 公正党日落洞驱步超过200名党员 宣布退党 女记者控诉遭到政治人物性骚扰 主管反而是要求她趁机去换取独家新闻 心理师就说 加害者是专门挑一些弱势的人来欺负的 而律师就说性骚扰其实可以构成刑事罪 没错了 今天我们就要说到关于性骚扰 尤其是在职场性骚扰这个部分 不知道在过去这一年 你有没有发现到社交媒体 网站或是一些媒体 就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字 叫做hashtag me too 这个其实是一个运动 是由美国女性那边发起的 是为了要反击性骚扰 而这个运动慢慢慢慢 是蔓延到全球各地都有人加入 大家在分享自己被性侵啊 性骚扰的这个经历 就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勇敢站出来 让对这一个性骚扰性情说不 对说到这个事件呢 美国除了是演艺圈之外 也是有看到说在体操界 也是有人就是传出就爆出说 被性骚扰了 然后当中有不少的政治人物 也是被点名爆出说 他们曾经是性侵性骚扰女性 其中说现任的美国总统 也是曾经被指说 他曾经公然挑衅女记者 就被人讲说他是性骚扰 确实这个性骚扰的问题 程度不穷啊 原的是有在美国其他国家 来看下劲的 外国媒体呢 最近就报道说 有两名国内 马来西亚国内的 网络媒体女记者申诉 他们曾经被男性的政治人物性骚扰 而且更严重的就是 其中一名女受害者的上司 直到这件事情之后 不但没有去 很严加去处理 反而是要求说 反正都发生了 你就去跟这个部长 去索取独家新闻来换取吧 就是你会以为说 他会帮你出头 但是他就说 你就去换一个独家新闻 回来这样子 对 就很会利用那个时机 这样子 那这一名要求化名啦 他就叫做爱丽的女记者 他说除了部长级的人物之外呢 马来西亚一些朝野的政治人物 曾经邀请过他 去出席一些高级的派对 那这个派对里面呢 就会搂抱他 抓着他的方式 来跟他打招呼 有一些呢 就是会有很亲密的 那种肢体的动作 那当然这个记者 他当时候呢 就不觉得说 这是性骚扰 他就以为说 这可能就是媒体 一般上的一种运作的方式 我觉得菜鸟 可能真的是会这样子想的 你刚刚插入一个机构 然后一个领域 你不知道里面的情况是怎样 你以为 好像大家都是这样 那这名爱丽还说 他曾经遇到的情况 各种各样 包括说 有政治人物发message给他 就跟他说 我梦到你啊 然后梦境是一些 非常露骨色情的东西 还曾经呢 就是趁这个助理不在的时候 就摸他的大腿 有些人呢 就把钱塞给他 就说服他说 你陪我回家 各种各样的 就用钱来包他这样子 那除了这个爱丽之外 还有另外一名的网络记者 迪亚娜 他也是有说到 自己呢 经常是会收到一些 已经结婚的男性国会议员的短讯 就是邀请他来一起吃晚餐 那这一些呢 都让他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那所以针对以上这两起啊 就是女记者投诉 他们遇到性骚扰的事件 大马半岛新闻 从业员职工会主席 道菲拉萨呢 他就有说 这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他还说明说 如果受害的女记者 你自己不去报警的话 其实警方也是 男女去采取行动的 不过道菲拉萨说的 另外一段话 就惹起很多女记者 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抨击 因为他就劝请女记者 你们出外采访的时候 不应该穿得太过性感 OK 所以他就说到 这个性感的部分 好像穿着 跟这个发生性骚扰 跟性侵 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就是服装这样子 对 来看一下 美国一名主修摄影的 女大学生 她最近就拍摄了一些照片 那这个不是最近了 她就拍摄过一系列的照片 这个照片的名字叫做 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穿了什么 她就去访问很多 就是曾经遭受性侵 性骚扰的女性 拍摄一下 当天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她们穿的是什么衣服 包括有一些灰色V领的T恤 我看到有一些红色 真质长袖的那种真质衣服 格纹长袖的一些衬衫 反部鞋 牛仔裤 这些都是平时我们在穿的 找不到一个共同点 说她们都是穿着性感 意思是 感觉上是 她带出的message就是说 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跟你的服装是没有关系的 真的 那当然说到职场性骚扰的话 基本上身边很多人都会遇到 那你可能会问说 到底怎么样 才算是职场的性骚扰 那如果我这样子勾肩搭背的话 算不算 就是如果眼神就是 色色的不怀好意的 算不算 还有就是我跟你开黄枪 说黄色消化又算不算呢 那针对这一些呢 人力资源部在1999年 就定下一个这样子的指南 你可以参考一下 职场性骚扰呢 就包括说一些不被接受的抚摸啊 轻拍啊 擦拭拥抱 吻爱抚 还有性侵犯这些都算是职场性骚扰 另外就是批评女性的身体 色眯眯的眼神 吹口哨啊 或者是讲了一些黄色的字眼 等等的辱骂邀约都算是性骚扰 那当然还有看到就是交换式的性骚扰 就是说用利益交换 就是我是你上司 我给你什么 然后你还没给我 我给你好处 对 然后你就交易 我就给你博萌这样子 对 那在工作上 有些时候呢 你可能会遇到说 异性对你做一些让你不舒服 可是你又很无奈的一个情况 那可能你没有办法当下去确定 自己是不是吃了亏 而且还要考虑到现场发难 因为我们常常会想 它是我上司 我现场发难的 会不会让该方人贪这样子 所以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话 受害者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东西 那加害者为什么又会这么大胆 胆敢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针对这方面的心理分析 我们今天就访问到了 资商心理师林道勇 我们首先看一下 那就是他的心态吧 因为一般上加害者都是 有一种态度 是四强凌落的态度 就是代表着加害者 跟被害者的权力失衡 导致说加害者 他利用这种性骚扰的方式 企图试探被害者 看他会不会配合自己 第二种是环境 是否有足够的权力的平衡 都会让加害者觉得 比较有所忌惮 因为如果说对方是一个 会懂得反击 或者是实力上面 或者态度上面是比较强硬的话 其实一般上加害者的那个态度 或者是他的行为会比较收敛 如果说对方是一些 比较所谓的配合的 或者是比较无奈的 不管是利益上 还是一些权力上的一种失衡的话 他比较容易妥协的话 那么反而给加害者 一种机会的那种感觉 比如说他的社会地位比较高 或者是他是你的上司 或者是他有权力去主导舆论 或者是整个社会上面的 那个资源的配置 就是说他会让别人相信他 多过于相信那个被害者 加害者也会尝试用一种强势 或者是风流的那种低级趣味 去做一种试探 他不断想要找机会 满足他的一种需求 无论是所谓的生理需求 还是社会需求 他都想要去试探一下 如果是遇到说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被性骚扰的话 是怎么样去界定说 已经是被性骚扰了呢 界定的话呢 通常是以被害者的感觉为主的 因为他只要感觉到他被冒犯 他觉得因为性别的处义意识上面呢 他对方有敌意 或者是有一种嘲弄的感觉的话 他都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 性骚扰的一个讯息 就是说只要他感觉到不舒服 对对对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有一些 在灰色的地带 比如说一些女生 他觉得被别人称赞美丽是OK的 但是如果一个男生说 你的胸部很大 或者是你的皮股很翘 其实要看那个人 因为有些人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需要看一些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这两个人的关系 讲这句话的 那个当下的情境是怎样的 他的态度是怎样的 他的眼神是怎样的 所谓的受害者 他感觉到是OK的 良好的 那么就OK 被害者如果是遇到说 这种被非礼 被性骚扰的情况的时候 当下应该要怎么做 要把事情明朗化 如果说对方是你的上司 或者是一些比你有更高权位的人 我觉得也必须要把这个立场给表达出来 通常很多受害者都是那种 稀释宁人的那种想法 所以会助长了加害者的示意妄为 如果说牵涉到自己的利益 因为有时候对方是你的上司 我觉得应该报警 至少向警方备案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备案的话 如果事情像是更严重的时候 我们就是其实给一个警方 有一个预警 其实会相对对这个案情会有帮助 不要觉得无所谓 那其实很多时候在被非礼 被性骚扰之后呢 你很难留下证据 那好像比如我觉得 蔡新衣你刚刚色迷迷看着我 那有什么是证据呢 色迷迷那个眼神 只是让我觉得不舒服而已 他在就是应该这样子说 非常主观 他是可以构成性骚扰 但是怎么去证明呢 我要怎样可以在法律方面 去为自己去讨回公道呢 针对这一个法律层面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访问到了 陈建涵律师 来听他怎么说 其实当我们讲性骚扰的时候 我们必须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刑事罪 第二个部分是理事的所谓 那么当我们讲到性骚扰 在刑事罪方面的话 通常警方会使用一个条文 就是我们的刑事罪点第509条文 其实是针对性骚扰 而存在的一个法律 它是说任何人 他有意去侵犯任何 一位女性的尊严 无论是用文字 就是这个字眼 声音或者是手势 或者是出示任何的物品 而且带有侵犯性的这个字眼 或者是声音 被这个女生所看见 还是所听见的话 那么一旦追尊 这一个人将会坐电脑五年 或者是罚款 或者是两者掩饰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虽然我没有这个条文 但是其实这个条文 主要它是身对 这个肢体上的这个接触 那么如果是这个声音 或者是言语上的这个性骚扰 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 是蛮难沉迷的 或者是进行这个提供的这个动作 这样子能不能通过民事的方式呢 可以的 我们马来西亚联邦法院 在2016年 有做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裁决 他有一位女性的前员工 他去提出他的故族说 他有性骚扰 法庭第一次承认 性骚扰是侵权的行为 那么受害者呢 其实他有权向这个加害者进行所谈的 就是说所谓的性骚扰 包括了言语啊 眼神啊 或者是肢体方面的 怎样去收集这个证据 然后怎样去保护自己 这一名被骚扰的女性 他首先必须要具备一点点的勇气 什么一些勇气呢 要勇敢收集证据的勇气 可能放置一些摄入镜头 或者是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voice recorder 如果他是言语上的这个冒犯的话 首先先从视觉跟听觉来收集这个证据 第二呢 如果他有这样子的行为在职场上的话 可以和同事沟通好 说你帮我留意一下 这名男性她这样子对我 如果有这样子的事情 你愿不愿意帮我成为证人 通过这两种方式先收集证据 然后再去投报警方的话 就变得更加有效率了 如果这一名女性 她可以自己做一个笔录 好像一个daily lock这样子 这一名人士 她在医院信号集点在哪里 对我做出了什么东西 那么其实这一些证据 不要说看起来好不起眼 一旦它集结成为一系列的证据过后 集成商法庭 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其实我觉得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加害者 一个就是受害者 那加害者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 这些人他本身有一些问题的话 我们很难去 可能就从法律的角度 要去约束这样子的一个罪行 但是如果你自己是那种 容易成为受害者的话 要学会怎么保护自己 要怎么去讲不 好像刚刚说的 就是你要占定自己的立场 然后收集一些证据 这样子就是要像职场性骚扰说不 不然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事情 会一直持续下去 然后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大家都跟你讲没什么的嘛 然后最后你要自己去 安慰自己说没什么的 没什么的 然后就一直在他们委屈下去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的现在要问大家 就是你或者是你身边的人 有没有遇过这种职场的性骚扰 那欢迎你可以去到这个帖子下面呢 留言说明一些详情 我们今天分成三个部分 让你选 如果你天选 就是你今天选angry的emoticon的话 就代表说有 like的话就是没有 wow的话就是不确定 如果你不确定 是不是那个算不算的话 可能你可以在下面详细说明一下 好欢迎去到988的官方FB投选